字幕提供 大家好,又係我星星為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情人節過後,男人的浪漫 剛剛買燒肉,碰到那個女網友 原本想買一盒燒肉回來,炒一些蒜芯 他問了一個問題,做一個豆腐火腩飯 茶餐廳的豆腐火腩飯是太複雜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不要自己炸豆腐 因為他曾經在外面買一些炸好的豆腐 亦做不到茶餐廳的效果 這個確是 因為我們在外面做,我們都會拿包仔豆腐回來自己炸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炸豆腐的影片 即是當中的技巧 我們都會買兩件包仔豆腐 買一些新鮮的燒肉 怎樣為之新鮮的燒肉 你看到那些,不要買那些燒腩仔,條條的 買一些新鮮燒肉 特別是買到這些位置 你買到這些,這些是很棒的 做一些豆腐火腩飯 我那時候就專門用這個位置 我用這位置,燒骨對著枝頸上高那一節 我拿那一節回來做一些火腩菜式 材料不是太複雜 這些包仔豆腐,我們買回來也是用水浸 然後浸在過程中 我們再加一點鹽 我之前已經加了少許 用鹽來浸一浸 就讓豆腐吸收淡鹽水 從而逼一逼回它的味道 這些豆腐也要再多吹兩嘴 有些外國網友曾經問 我那些豆腐回來,我一次去超市買很多 買完回來,我吃不完豆腐,怎樣處理呢? 這個問題問得相當之好 有時候那些盒裝豆腐,你吃不完 你可以放進冰箱 那是否雪對硬了? 是的,目的就是雪對硬了 雪對硬了,你就不需要看什麼日期 你什麼時候拿出來吃 你什麼時候拿出來解凍 跟這次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那就是蜂巢豆腐 接著就把這些燒肉 在色羅寶買到這一份燒肉 我不建議大家 當作燒肉吃 你都要經過烹調去處理 就會比較好 因為這些燒肉都很好吃 只要這樣吃,就不會太好吃 我們在燒肉之前也要做一個步驟 另外的作用就是 如果火腩曾經進入冰箱 或者沒有進冰箱 表面會有些不好的油脂 或者有些很鹹的味道 你拖一拖出來,再煮 你做一個味道的拿捏就好一點 有些火腩在有些位置 就相當鹹的 你不做這個動作 或者進冰箱有雪味 你做一些豆腐火腩飯出來 你就有雪味又鹹又鹹又鹹又不好吃 有時候出家吃豆腐火腩飯 你真的要對這個飯很喜歡這個味道 你才會叫的 為什麼呢? 因為豆腐火腩飯 只有豆腐火腩 還有幾粒蔥 最多有幾片薑 我以前在外面做的 我會堅持搭一些 甘筍和紅蘿蔔 等到賣相會比較豐富 那些冬菇也是我過年的時候 我發了兩次 放了一段日子 你現在改了出來 你還沒種的 是相當漂亮的 有時候你回來做這些減便的菜式 你馬上拿冬菇出來 攤一攤去 切了它 又一個菜式 配料準備好之後 我們現在把燒肉和豆腐 洗乾淨 先把豆腐放上去 兩隻都沖了兩三次水 現在我們要改刀 我們盡量用一些 紮紮長長的刀 你會比較容易掌握 首先我們在中間這裡 先開一刀 然後這裡又開了 然後在中間這裡 然後把豆腐都開了 然後把豆腐都開了 這件也是一樣的 我們在外面做的炸豆腐 都是改到這個尺寸去 把豆腐炸了 這次就 散開了炸的部分 不是 如果你說 我真的要堅持吃最傳統的豆腐火腩 你就可以參考我之前炸豆腐的影片 就把豆腐都炸了 那又萬事俱備 我們這邊 先開火 燒熱一隻鑊 然後我們調整晚的火 在鑊中 放一些火腩 先爆一下 慢慢煎一下 然後煎一下 煎一下 煎一下 然後煎一下 煎一下 它就會更美味 第二 我們要把燒肉的油香味 等它都會滲出來 然後有些薑片 跟冬菇 都放進去 這樣 先炒一下 讓燒肉的味道和冬菇混和 炒香味釋出後,更加香,放少許酒 隨即加水 放半茶匙鹽 砂糖也是半茶匙 放1湯匙生抽 煮味的來源來自蠔油 2湯匙 色澤的來源來自老抽 約1茶匙 開大火 讓所有調味混和 這段時間,在鍋邊慢慢放入豆腐 輕輕手 慢慢推下去,讓它滾一滾 煮到鍋形當中,讓豆腐有熱力 做這個菜 我建議大家 像我一樣,調多一點湯汁 你會比較容易處理 如果用炸豆腐,這個湯汁的份量少一半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沒有炸的豆腐 你還是要餵一餵,它才能入味 反而炸過豆腐,它會比較容易入味 因為在表面上的皮 它會吸少許味 現在我們先餵一餵 餵了幾分鐘之後,我們就調整生粉水 現在就收起5-6火 我們就慢慢下 將生粉水的氣 慢慢推 不要推得太大力 好 因為當你煮完豆腐,它會不會太好 當醬汁再煮起,就可以關火 最後把蔥段放進去,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就趕快把醬汁塗上去 有一點醬汁,又是做到麻煙飯的效果 小朋友也會喜歡吃 我們來吃這個豆腐火腩飯,好,直到 淋出之前,就抹乾淨的碟邊 再起碗小碗,在茶餐廳的 簡易版的豆腐火腩飯,就呈現眼前 如果外國網友也可以參加這個方法 保證你吃到茶餐廳的風味的豆腐火腩飯 雖然是不炸的,但也相當好吃 至於這個,老少咸義,老公看到開心,老婆看到又開心 這個豆腐火腩飯,以我多年做餐飲業的經驗 不單是男人的浪漫,其實很多女士們都很喜歡吃 沒時間 норм的,油漫 Mall 也要選擇更多堆